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中头扣十分 没有 我不接受 刚刚还气势满满 一说到扣分立马圆形毕落 你们这样还能战胜火力全开的冠军队吗 好 两分钟 平战的挑战即时开始 对 技术跟我一摆 这个发球机已经疯了 真的 何老师跟我们技术已经很像了 很接近了 我们很有压力 最后的5秒 林丹累了 47个球 如此看来 佳乃亮准备了许久的赌注杀 是没有出场的机会了 不过冠军队的王小李 倒是大度得很 既然你这么想比武器 那就奉陪到底 刚才有放出狠话来 如果你们输了 就要跟着他一起跳舞 我想问一下小李 你这时候有什么话 要对佳乃亮说 我觉得不管输赢 我都陪你跳舞了 其实你就想跟我一起跳舞 懂了懂了 懂了懂了 那么一首大王带我去徐医山 送给你 跳舞 世界冠军都这么不顾形象陪你跳奇葩舞蹈了 接下来你也得满足人家一个愿望吧 林丹的要求也不高 就是再让他秀一把精准的球技 只是嘛 要劳烦亮队长当一回人肉障碍物 终结者队队员被固定于圆盘 并在身体四周放置气球 在圆盘旋转过程中 林丹需将气球逐个击破 一次展示他的气球准处 和快速反应能力 这不是自杀式的行为吗 这种事情真的只有夹奶量做得到耶 What 好 好 好 太伟大了 真的 好 来 一局攻 好 再一局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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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的兄弟 是 作为你们的大哥 是 我先走一步 好 好 不行 事到如今 临阵脱逃可不是你想逃就能逃 眼看这活靶子是当病了 刚刚还一脸坚毅的假奶量 一秒变化风 向林丹求起了饶 大哥我可是天天看你比赛的 我真的很崇拜你的 刚才的假发果就是我自己 我是奶量 刚才那一切都已成过往云烟 好不好 你知道我是谁吗 好 完蛋 怎么希望不久好不好 都是为了节目适合我 我其实不想学浩南的 现在说啥都没用了 有刷嘴皮子的力气 倒不如祈祷林丹这回 真能百发百中吧 有点想上去顶替他 有点想上去顶替他 我不是气球 不是气球 这太可怕了 给了给了给了 怕我一直怕跑 亮亮 你真的要跟林丹握握手 她说宁愿不打到气球 也不能伤了贾乃亮 林丹是爱我的 他是爱我的 娱乐某场综合报道 正在咱们浙江卫视热播的 那年青春 我们正好听名字就知道 一定是满满的青春回忆 什么泰坦尼克号 BB机 还有收音机磁带等等 不知哪个细节 更能勾起你的校园回忆 超级玛丽 魂斗罗 拳皇 还有贪吃蛇 正在浙江卫视热播的电视剧 那年青春我们正好一开场 这些经典的游戏 一下子就将观众 带回到充满回忆的九十年代 这个应该是魂斗罗 然后这个是格斗 基本都玩过 觉得这个开头挺新颖的 然后就是 如果有游戏机的话 其实还是有点想再打一遍 除了开场的奸续 剧组打的怀旧风可远不止这些 还记得那些年听过的收音机和词道吗 如何是不是满满的青春回忆 想当年郑军和张信哲可是名副其实的大众男神呢 当时出的那种专辑 而且还不是正版都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盗版那种 十块钱五块钱一盒那种 那时候没有手机嘛 就家里人就买那个磁带给听音语啊 听歌什么的 比较那个 我现在还要在家呢 还好好好打 如果说这些都还不算怀旧 接下来的桥段可都是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走了这个 虽然如今看来有点老妥 但当年可是追女孩的不二手段呢 我一直想念你的嘴唇 你的耳朵 你的舌头 你的脸蛋 你送我传呼机 我回赠你千纸贺 我说你成天折这么多没用的东西 这才能吗 放你跑大学啊 你放我去 别动 我也会折 小时候玩过 送过我男朋友 再或者在楼道里悄悄约会 好啊 当然别做了 乖马乖乖女 然后她喜欢那种 比较叛逆一点的男孩子 就是在那个时期 也属于比较正常 再相约看一场浪漫的电影 明天晚上你要是没事的话 我看电影 太太您个号 你怎么弄到的 这才是有关于初恋 真正的青春回忆 好了好了 说了这么多 关于青春的记忆 当然不只是谈恋爱 这课前课后的怀旧细节 同样是诚意满满 真正的猛事 敢于直面 惨淡的人生 敢于正视 林立的先驯 除了这念不完的语文课本 不少人更加怀念的 恐怕还是当年调皮捣蛋的细节 老哥摔倒 作弄老师我们倒没有 不敢 而且作弄同学一类的 你没在里边啊 何老师 干吗呢 反正你站站错了 没有 你们俩 回去好好站出去 看到他们学生时代吧 比较想念学生复带的呢 流水脑袋 这荒蜒的故事 改变了一个人 就在那多愁 善感的初始 等待的青春 要说走红毯的经历 女神高圆圆 绝对是不遑多让的 而最近 她就友情加盟了 蜜蜂少女队 做起了少女们的红毯顾问 圆圆女神究竟会教授 哪些秘诀呢 一起来看一下 经过两个多月的魔鬼训练 十多场残酷的淘汰赛 蜜蜂少女们终于等来了 在澳门演出的机会 走红毯开发布会 面对如此重要的人生中的第一次 少女们难免会手忙脚乱 不过好赛 节目组请来了女神高圆圆来助阵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 但高圆圆对少女们非常用心 恨不得把自己 积累多年的红毯经验 一股脑倒出来 红毯和舞台 我觉得都是放大优点和缺点的地方 对笑容满意的 就尽情地展示你的笑容 迷倒摄影师 迷倒所有在镜头前面的人 上完理论课 还亲自撸袖子上阵 挨个挑选服装 换穿高跟鞋 最后还手把手地教走秀摆姿势 我说女神 你这是要去竞争上岗 应聘经纪人和造型师吗 我大概说一下 在红毯上的一些情况 通常可能两边有媒体 和你正对方有媒体 所以走的时候 什么地方有媒体 就要照顾一下什么地方 把自己的笑容给媒体 然后把自己最美的姿势给媒体 自信 对 来 走 雪儿你别晃了好不好 雪儿走起来就这样 有欢笑也有泪水 由于无期龙队的赵婉婷 在韩国受伤后久未痊愈 于是她主动提出 退出闪耀骑龙珠队 因为很客观的原因 我脚伤了 而且不一定短期能恢复得很好 我不想拖累这个团队 骑龙老师真的很爱我们 就像爸爸一样 他的付出 他为我们做的任何一切 我们都看在眼里 着急相处了这么久 如今赵婉婷却不得不离开 不仅队友们哭声了一片 就连教头吴基龙 也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每个人都很心痛 现在心最痛的应该是四叶吧 他刚刚就一直 我看到一个 一直以来 在我们 心中和眼中的一个铁汉的一个形象 一直在那边抹泪 心最痛的是他 我们很难 我们很难得看见这样的场景 学员在努力地安慰着我们的教头 娱乐某厂编辑报道 这张图上的人物是谁 请说出他的名字 那个我熟悉 我最熟悉 还记得在看图猜字游戏中 葛天把润土念成龟土的戏剧性一幕吗 最近陈一涵也在这个润子上遭遇了滑铁炉 第一题 真的看不到 润土在西瓜地里用钢叉 要叉的动物是什么 一号陈一涵 这第一个字是什么字 润字 好不容易学会了润字的发音 接下来一个茶字又难倒了大家 这什么甜乳啊 没什么都没什么 这什么啊 茶 茶 可以翻课本是吧 不可以 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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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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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确认答案 茶 茶 茶是什么 就说 不要 叫我了 你随便 就说茶 什么都 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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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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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节目里还是临场反应容易暴露短板 但电视剧里的台词也读错 可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每当我启喪或难过的时候 总会受到一个神秘人自我的点心 把如此大众的沮丧说成启喪 也难怪刘诗诗要忙着道歉了 其实当时拍完的时候我有意识到 然后拍完以后我把这本拿过来 哎呀 念错了 当我想说可能我太依赖配音了 我想说后期还可以再调 然后就没有说再重新再来一条 没有再要求 那这也是我工作上的一个 一个错误吧 网友可能会有各种标准的评价 说你自己会不会受到 什么评价的这种影响呢 其实我觉得的确是 我有犯了这个错误 那么当然就是如果说有误导了别人的话 那也是一个一个罪过吧 对不太好 当然了 要说读起来容易犯错 写起来就更费事了 比如在默写成语时 张新宇和陈晓就曾把四个字写错了俩 彭壁生辉 请写彭壁生辉 好 不要提醒啊 哎 你们看一下这个彭 看一下这个 壁字盘 来 再如果把人名给写错 那个就糗大了 这不 在易阳千玺送给蔡康勇的EP签名中 却有眼见的网友发现 蔡康勇的康广字旁被写成了病字旁 还好易阳千玺知错就改 在微博上自罚了100个康字 为写错字公开道歉 不过也是 如今打字逐渐取代手写 提笔忘字的情况是越来越频繁 信不信有你 就连咱们学霸邓超也有过卡壳的时候 如果你看到这张纸就请求你帮我签名 我能不能说 如果你看到我的签名就把密码告诉我 不要看 不要看 虽然节目上出了丑 好在亡羊补牢为师未晚 此后的记者会上 邓超赶紧重写霸字 才算是保住了学霸的地位 这个 看清楚了 要写简体而反比 都行 好帅 好帅 谢谢 感谢各位观众 鱼鹅某厂编辑报道 手刀正军 那可是摇滚界的一把好手 不过大伙可知道 他居然还会画漫画 最近呢 根据他的同名漫画 摇滚藏凹 改编的动画大电影 就举办了盛大的发布会 还请来了 德云社一帮干将来配音 这场面 想想都热闹 摇滚行的正军 我今天差点来不了 因为那个 我喊了一个微信 他说我得上韩国 我说中间呢 中间说上非洲 我说中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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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说上非洲 中间说上非洲 我说中间呢 我说中间呢 中间说上非洲 我说那我也得去 他说中间呢 后来他说 正军的太太在 我说那我得来 摇滚行的正军 好不容易转型 做起了动画片 哪知偏偏遇上了 心知口快的郭德纲 前脚才被嫌弃不管用 后脚吉他换快板 又惨糟调侃 您送给君哥 君哥送给您 不转啊 我准备就开始巨演了 可以更帅一点 你写一号片 开始巨演啊 一站一站 我就一站一站了 就一站一站了 就一站一站了 踩在如意中 从八华几道错过 你把这个练会之后 老不了真的啊 你不用跟我一站一站 就找一个困境的站 在那坐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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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瞅见你了 你痛狠了 我痛狠狼 恨死了 没错 这就对了 竹队友无处不在 玻璃到了 等我的信号 一切冲上去 下行他 刚才挥手就是信号 还摊上个智张堪忧的儿子 老爸 我决定要成为一名音乐家 你成不了音乐家玻璃 我来的职专就是他们 不对 我觉得你穿错了 你后腿穿了前腿的套 这样 左边 这样 那一边 是另一边 这样吗 天哪 不过好在那都是片中情节 现实中的郭德纲 可绝对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郭麒麟 不拿钱当钱 当命 所以我们这么些年来 经常给灌输他 要学会别把我买礼物什么的 但是很好 他学会了地址这种酸话 事实上 这部融入正军 七年心血的摇滚藏狼 除了有郭德纲本人的鼎力加盟 德云社的各路人马 也纷纷贡献了自己的配音首秀 特别是余谦 这回配的居然是终极大boss 这边有情况 有次战狼要下山 抓活的 拿下的 拿下雪山村 虽说是给反派配音 但对常年忍受郭德纲调卡 这次 忠于扬眉吐气的余谦来说 简直太过瘾了 怎么都挺爽 实际上 反派人物是最出戏的 娱乐某场北京采访某岛 其实呢 不仅正军拥有隐藏新技能 神仙姐姐刘亦菲也同样如此 最近忙着宣传夜孔雀的她 还被爆出 她早年在日本出道 居然还唱过动画片的片尾曲 这一发现可把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行走娱乐圈 没点特殊技能怎么行 就在最近 神仙姐姐刘亦菲就被人爆出 从未日文版的飞天小女警演唱片尾曲 甚至还在日本出道发行过日文专辑 虽然有点想不到 但其实许多明星都拥有自己的隐藏技能 譬如三辽永帝夏宇 其实就是个滑板高手 还曾拿过青岛赛区的滑板金奖 各种高难度动作 对夏宇来说都是小菜一碟 只要你能够想得到的 只要你能够挑战的 我觉得摔不死的 摔死的可能就是最难的 反转一圈 身体转半圈 好轻松啊 轻而易举 除了滑板 夏宇的滑雪技能同样满点 别人当嘉宾都是捧场去的 他却直接上场参赛 还捧回冠军奖杯 也真是没谁了 我在瑞士参加一个比赛 叫铁力士山杯速滑的比赛 就速滑绕齐门 然后我没想到我拿了一个冠军 当时有来自好多国家的选手吧 对对很多国家 也有瑞士当地 但都是业余的 那知道你是演员吗 他们知道 因为我其实去这次活动 本来是给他们做嘉宾的 然后去了以后就脚痒了 然后我说干脆我参加比赛 同样技能满分的还有沙宝亮 早在踏入歌坛之前 他其实是一名杂技演员 还为过春光拿过世界级比赛的新奖 时隔多年再玩杂技 还是那么有板有眼 我对杂技团是这个尖子中的尖子 也不算特别优秀吧 是相当的优秀 虽然看上去轻松 但为了练就这个技能 沙宝亮当年可没少吃苦 总是挨打 是天天挨打 天天练功 练好了练不好打你 告诉你为什么不好 练好了我也打你 记住了 为这个这次是对的 压腿的时候 我那个横跨特别硬 然后一个老师攥住我的这个腿 然后两个老师 一个老师摁着一个手 一个老师摁着一个手 然后中间一个老师 就给我压 压那个胯 然后我就把手指 反那两个老师 那个胳膊都摳破了 然后那个就不行啊疼啊 若说前面两位走的是体力派 那小鲜肉张艺兴走的 就是艺术派了 连颇为冷门的葫芦丝 都能信手拈来吹上一曲 的确让人刮目相看 来我们把舞台交给 葫芦丝大师张艺兴 张艺兴 咱们鼓励 不不不不不 这位葫芦丝在吹着玩 好 我在国内的时候 我当然有看这个照片 就是因为有很多不同的礼服 就是会看一看 选选什么的 但是我印象比较深刻 这套衣服印象比较深刻 然后来到干娜以后 进行试装的时候 也是就是一上升 我就觉得 首先很合适 另外一个我觉得自己 挺也挺喜欢的 我觉得除了 除了他很美 很很优雅之外 我觉得他也有很多酷的元素 就是是我非常喜欢的风格 相比之下 带着盗墓笔记 来到嘎那的景博然和马思纯 在经历了红毯风波之后 状态也好了很多 不过回忆起拍摄时的点点滴滴 又要吊威亚 又要和沙子斗智斗勇 景博然也真是够拼的 我觉得最惊险的经历是 吊威亚的部分 对 因为张启玲 他是一个身手 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对 所以好多在空中凋雅的部分 都挺难 而且都挺危险的 每次我们开机前 都会有现场的工作人员 在我们身上撒土 脸上 头发 撒灰 然后开机前都是先一把土 泡在空中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会射到那个 还有鼓风机 对鼓风机 还有风在吹 受的影响最大的 可能就是眼睛 或者时候 你刚好说辞 下子就被 对 不过就在大家忙着宣传新片的同时 面对中国电影零入围的现状 鼓励就显得有些游心重重 有一点遗憾的 就是感受 就是在现场 看到那个 竞赛影片的广告的时候 我一看有三部都是 有三部竞赛片是亚洲的 但是没有我们中国电影 但是我做的时候 就稍微有点 觉得心里有点 一下有点 不太 不太舒服 广告之后 欢迎回来 这里是娱乐梦工厂 大家好 我是飞飞 首先欢迎今天的好声音 大来宾猴磊 欢迎猴磊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猴磊 很开心又能够一次来到 娱乐梦工厂 最近看猴磊的微博 是刚刚有录完一首新歌 对不对 对 一首新歌 大致的作 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 虽然新歌还要过一段时间 才能够听 但是猴磊最近也和好声音的 小伙伴塔斯肯黄勇 一起演唱了 四大天王的金曲串烧 在我演唱的时候 出现了一些状况 就是他在介绍歌名的时候 竟然介绍成有请猴磊 和猴磊为大家带来这首 今夜你还来不来 我当时都对了 实际上应该是 今夜你会不会来 对不对 对 对 的确是满满的怀旧感的一首歌 那你现场能不能跟我们唱一段呢 今夜你会不会来 你的爱还在不在 好 谢谢猴磊的歌声呢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呢 就要结束了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咯 拜拜 拜拜 你好 大家好 我是萱萱 我是黄一 我是赵璐 我是中国好声音 第四季的李安 我是达深 我是常语 我是梁君诺 我是李佳格 我是陛下 我是张柏林 我们是XL 爱生活也爱直播 爱唱歌也爱直播 我在咖喱直播唱给你听 等你哦 超越自己 来吧 快去 dx 好 aron oluyor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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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 我们这里 英雄泪泊 无所畏惧 总不怕输 每个人都能爆发 潜在的能量 把世界去征服 是谁踏平漫漫长路 自在荣光 心有模糊 全心全意 已会感触 今晚我们拼到最苦 即使生爱又何妨 我也渐渐流汗不住 只需要努力 肩膀吧 肩膀肩脱 I believe it I can't do 我就是我能救世主 一句衷衣服 我没过来